自从父亲出了车祸,陈磊便和母亲相依为命,可当他出国留学两年回来,却看到四十九岁的母亲挺着一个大肚子,而继父的身份更是超出了他的想象。 妈妈,为什么他们要说爸爸死了?死是什么意思?年幼的陈磊看着家里来来往往的亲戚,他们在堂前吊咽,又用一种同情的眼光望着他。 雷雷,爸爸他,母亲杨欧紧紧地把女儿抱进怀里,看着他无知无觉的眼睛,痛苦地说他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他不会再回来了。 为什么?爸爸不要我们了吗?陈磊好奇地问,因为爸爸回不来了,他不是不要我们。 杨欧不知道怎样向女儿解释,这个事实实在过于残忍,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摸着女儿的脸,试图他他从家里悲伤的氛围中带出。 五天前,杨欧的丈夫陈磊一如往常一般去上班,临出门时,他还向妻女表示晚上会给他们带一个好东西回来。 陈磊让他不要糊弄他们的娘俩,陈莲却笑着说,我怎么会糊弄你们呢? 对我来说,你们可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了。 杨欧笑着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虽然没有回话,但他也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可谁知他才出门不过半个小时,杨欧就突然得到他出了车祸的消息,甚至不等他赶去医院。 丈夫就直接死亡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 明明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为什么他就死了? 杨欧来到医院后只看到了身上盖着白布的丈夫,旁边有一个年轻人跪在地上,整个人都像傻了一样。 医生告诉杨欧,病人被车撞出去以后,头部先砸到地面,颅骨损伤极为严重,即使是早点送到医院,也根本没有救治的可能。 他被谁撞的? 杨欧一字一顿地问。 医生将目光移到旁边那个年轻男人的身上,那人抬起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 是你。 杨欧紧紧地握紧了拳头,眼底流出深深的恨意,是你害死了他。 年轻男人闭口不言,杨欧深吸一口气后,毫不犹豫地一拳挥了过去。 那人不躲不避,像是坦然接受自己的惩罚。 最后,陈连死了,闻讯而来的亲戚们纷纷露出了同情的眼神,就好像他们母女俩再也过不下去一样。 可谁都没想到,杨欧的转变如此之大。 陈连还在的时候,杨欧基本上不去工作,只用在家里照顾孩子就好了。 因为丈夫的工资比较高,所以养活一家人完全不是问题。 可现在她去世了,即使年轻人给了补偿,但陈家的日子也是越来越差。 年幼的陈磊对于生离死别并没有多大的感触, 因为他的脑袋里还不是很明白,失去一个人就意味着永永远远地再也无法见到他。 起初的一个月,陈磊只是偶尔会提起父亲,随着父亲在家里消失的时间越来越长, 他开始哭泣,开始思念,开始怀疑,开始愤怒,他不停地拽着母亲的衣角,爸爸为什么不回来。 该说什么,只能看着女儿垂泪不已。 之后,母女两个相依为命,转眼二十年过去了,杨欧乌黑的长发染了双色, 陈磊也长成了一个亭亭玉丽的大姑娘。 妈,我想去国外留学,我已经申请到了留学的资格。 在考上国内一流大学后,陈磊又十分争气地拿到了国外大学的邀请函。 只是陈家的条件不太好,要想争取女儿出国,怕是有些为难, 但杨欧却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用一种赞扬的目光看着女儿。 陈磊,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吧,妈妈永远都支持你。 陈磊瞪大了眼睛,努力地点头, 妈妈,你相信我,等我毕业之后,一定能够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抱着这样的念头,陈磊义无反顾地去了国外, 一去就是整整三年。 在国外第二年的时候,陈磊发现母亲每个月给自己打的生活费多了很多, 他疑惑地给母亲打电话, 但杨欧只说自己换了一份工作,收入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陈磊并没有多想,一心只为母亲感到高兴。 等到三年后,陈磊即将大学毕业, 他决定回来一次看看母亲,给他一个惊喜。 可陈磊没有想到,他悄悄回家之后, 竟看到已经49岁的母亲挺着一个大肚子, 而在他身后从厨房里走出的那个男人, 更是让陈磊无法想象。 那时,陈磊提着行李箱, 已经有三年没有见到母亲的他,脚步轻快, 回到小区的时候,还和保安大叔打了一个招呼。 大叔,我回来了。 隔着老远,陈磊就对保安招了招手。 保安看到他以后,有些惊讶,又有些高兴。 陈磊,你终于从国外读完大学回来了呀。 没想到你这么有出息,真是让我们刮目相看。 保安大叔和他说起话来很随意, 就像是朋友一样,你可得回去好好看看你妈。 这几年,他可想你了。 我知道,所以特地悄悄回来,想要给他一个惊喜。 陈磊俏皮地眨了眨眼睛, 等会儿我妈看到我,肯定很高兴。 哎,你是悄悄回来的。 保安的脸上突然露出一丝犹豫, 你回来之前没有和你妈说吗? 都说了是惊喜, 我肯定不能提前告诉我妈。 陈磊换了一只手提行李箱, 脚步往自己家走去, 那大叔,我就先走了呀。 保安犹豫了一秒, 在他的身后说, 你神也好久没看到你了, 要不先去我们家玩一玩。 不了不了, 我现在就想回去看我妈。 陈磊蹦蹦跳跳地走远了, 从背影看起来还是当初的那个小女孩, 只是身后的保安皱了皱眉, 有些担忧, 又是一副愁愁的样子。 来到了自家居民楼下, 陈磊立马拖着行李箱, 跑进了电梯里, 电梯是两年前才安的, 陈磊从母亲电话里得知了这件事, 所以虽然是第一次坐楼梯的电梯, 可他也算是熟门熟路。 很快, 陈磊就来到了自己家门口, 他从兜里掏出家里的钥匙, 轻轻地将防盗门打开。 里面传来了母亲说话的声音, 似乎还有一个男人, 陈磊有些好奇, 以为家里来了哪个亲戚。 可当他将防盗门一点点推开后, 却看到自己的母亲靠在沙发上, 目光望着厨房的方向。 陈磊一眼就看到了母亲即便是穿着睡衣, 都难以遮掩地滚圆的肚子。 阿勇, 晚上不要坐鱼, 这两天闻到那个味道就不舒服。 杨欧的手上端着一杯水, 轻轻地抿了一口, 晚上就炒一点素菜吧。 好嘞, 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厨房的那个男人看不清模样, 只能看到他正在擦洗桌灶台的背影。 妈, 陈磊突然开口。 杨欧下意识地回头, 等看清楚门口是女儿以后, 她的面色一变, 顿时慌张地想要将自己的肚子藏起来。 下一秒, 厨房的男人端着一盘水果走了出来, 他脸上带着笑意, 正要说什么, 同样看到了站在门口的陈磊。 那一瞬间, 陈磊的目光死死地盯在他的脸上, 用一种不可置信的声音喊道, 竟然是你。 陈磊并不是不能够接受自己的母亲拥有新生活, 也不是不能接受他再生一个孩子, 可他万万想不到面前这个有可能是自己继父的男人, 竟然是当初撞死了他父亲的那个肇事司机李勇。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陈磊坚声道, 告诉我, 你来我家里干什么? 我妈肚子里的那个孩子, 是我的。 男人抬了抬手, 做出一副投降的姿势, 你先别生气, 你妈怀孕了, 这时候发生争吵, 容易刺激到她。 不要提我妈。 陈磊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母亲和杀父仇人在一起, 他又用质问的眼神看着母亲, 妈, 你告诉我,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杨欧似乎是有些心虚地 回避了她的目光, 张了张口, 却说不出话来。 妈, 你难道忘记就是他害得我失去了爸爸? 就是他害得我们家, 让我们母女俩没有了家里的顶梁柱。 陈磊的恨意并不难理解, 即便当初那场车祸并不是李勇的有意为之, 可他造成的后果却是客观存在的。 你以为他赔偿我们家里的那些钱, 就能够让我原谅他。 不可能, 他让我没了爸爸,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他。 陈磊斩钉截铁地说, 杨欧顿时泪流满面, 摇了摇头, 累累, 妈不是故意的, 妈知道你肯定接受不了他, 所以才一直不敢告诉你。 自从当初陈磊出国以后, 李勇便频频上门, 他早都对杨欧有想法, 只是这么多年来一直都被拒绝, 可是他也从来都没有放弃。 这次陈磊去了国外, 杨欧一个人在家里, 心理上难免有些松懈, 李勇便趁机而入, 对他展开了追求。 杨欧对他坦然地说, 我都已经这个年龄了, 也不去考虑年轻人的情情爱爱, 所以你还是换一个人吧。 李勇苦笑着回答, 我如果愿意换一个人, 也不必在你身上耗费了这么多年, 不管你答不答应, 反正我会一直等你。 李勇并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他的的确确这么多年来都一直在等杨欧, 现如今他更是拼尽全力来追求他, 丝毫不顾及外人的眼光。 就这样, 小区里的人隐隐约约地得知了这件事, 在大概过了一年以后, 杨欧终于放下心房和他在一起了。 只是两个人都不知道 打麻将这个消息告诉给陈磊。 但他们的关系也没有避着别人。 如果不是我这次回来了, 你们打算瞒我多久, 等这个孩子生下来, 对吗? 陈磊指着母亲说, 我没有想到你会突然回来, 陈磊, 我本来是想慢慢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你的。 杨欧试图解释, 可是陈磊已经握紧了行李箱, 毫不犹豫地扭头就走。 他不愿意再回到这个家, 这个已经不属于他的家。 当天, 陈磊直接买了国外的机票, 带着满腔的愤怒回到了学校。 之后整整的一年里, 陈磊再也没有给母亲打过一个电话, 也不愿意接他的电话。 等到大学毕业后, 陈磊又在国外拖延了两年, 在一次回国时, 他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愤怒。 这一回, 陈磊看到了抱着孩子满脸幸福的母亲, 又看到了守在他旁边的那个男人。 沉默了很久, 陈磊走上前去, 露出了一个释然的笑容, 妈, 我依旧不会接受她, 但我希望你幸福。 杨欧恍然, 她的女儿终于长大了, 但自己做错了吗? 她不知道, 陈磊也不知道, 但目前他们唯一希望的便是向前看, 不要回头, 继续往前走,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二个故事, 画家。 高考时, 我和我妹同一个考场, 我故意比她晚几分钟出来, 我爸看见我, 一把推开我妹, 笑竹颜开, 朝我走来。 好闺女, 辛苦了, 考得怎么样, 清北没问题吧? 我朝我妹和我后妈看去, 她们两张脸都绿了, 我家有矿, 我爸是矿主, 矿主五大三粗, 没太多文化, 有很多女人。 我妈是原配, 在位期间, 我爸外面排得上号的有三个, 都给置办了产业, 茶楼杂货铺什么的, 排不上号的无数。 我妈睁只眼闭只眼, 说男人都那样, 只要拿钱, 回家就行。 直到我爸一个小老婆, 先后生下一女义儿, 腰杆硬了, 把挑衅我妈当日常。 半夜给我妈打电话, 说我爸在她那儿, 讽刺我妈生不出儿子, 说秦家产业迟早是她儿子的, 到后来, 很多个晚上, 小老婆直接送上门来, 我爸是真诈, 不但没把对方赶走, 还说我妈小气, 没点正房风度。 我爸搂着小老婆去客房睡, 我妈在卧室恨得咬牙切齿, 小声骂着狐狸精, 给我戴上耳塞。 在我印象中, 我妈是委屈求全的, 她的所有争斗, 在我爸的绝对偏爱下, 不堪一击。 他们离婚时, 我刚读小学二年级, 我妈这个没在外面上过一天班, 一向看中家庭财政大权的女人, 离婚那天, 硬气地没要我爸一分钱。 我爸前脚和我妈离了, 后脚就和那个女人结婚了。 我记得, 那女人把我和我妈的东西 从家里丢出来, 七零八落地散在街上。 她的两个孩子, 女儿比我小半岁, 儿子比我小两岁, 当真是年幼无知, 在我和我妈的衣服上蹦来跳去, 朝我们吐口水, 说我们活该。 我妈带着我, 默默把衣服捡起来, 装进编织袋, 再租了套房子。 她沉默了三天, 睡了三天, 没掉一滴眼泪, 之后找了份卖鞋的工作, 说从此不依靠男人, 说要活出人样。 那女人叫张红, 她喜欢到我妈店里, 以止气使地叫我妈拿鞋子给她试, 喜欢我妈半跪在地上给她穿鞋。 我妈这个曾经的原配, 为了赚钱养家, 咬着牙给小三服务至上。 这事儿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我妈每次接待了张红, 回家后都会发脾气, 摔门摔东西, 会怨我为什么不是男孩子。 如果是男孩子, 我爸就不会抛弃他了。 他把希望重重地砸在我身上。 盈儿, 你一定要好好读书, 好好画画。 男人是靠不住的, 能靠的只有自己。 一定要把张红的仔笔下去, 要给你妈争气。 你知不知道供你画画, 要花多少钱。 你妈连尊严都豁出去了, 跪在地上给那个狐狸精穿鞋。 你要再画不出名堂, 我这么牺牲有什么用? 怎么才考了九十八? 期末考不到三颗一百, 别叫我妈。 好好画, 一定要拿到全是第一, 要给妈争光。 我不是天赋型选手, 更不是天生学霸, 我压力很大, 我所有的成绩都来源于 比其他人刻苦很多倍。 反复刷题, 反复画。 别人玩耍的时候, 别人睡觉的时候, 别人撒娇的时候, 我从小就知道, 我妈对我的爱不是无条件的, 我得比周围所有人更优秀。 我是我妈炫耀的资本。 她半跪着给张红逝鞋时, 会语气金贵, 假装平常心, 你女最近怎么样? 学习不吃力吧? 我女又考了年级第一, 哎, 你回去告诉你女, 遇到不懂的题, 可以问我女。 都一个年级, 又是姐妹, 我女肯定会不, 吝, 赐, 叫。 我妈文化不高。 不吝, 我妈文化不高。 我妈文化不高。 从自建别墅到二居室, 到一居室, 再到更差的一居室。 现实是个巨大的巴掌。 我妈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离婚时的硬气很快化为一杯苦水, 她做营业员的薪水家提成, 根本不足以让她活出人样。 吃穿住行要钱, 教父杂费要钱, 生病住院要钱, 逢年过节孝敬老人要钱, 学化更是个无底洞, 过度劳累和贫穷带来的胶着, 让我妈的脾气越来越坏。 她的眉毛永远拧着, 眉间的穿字越来越深, 她动不动就摔洗碗帕或塑料杯子, 说我费钱。 我在家里大气不敢出, 好几次给我妈说我不想学话了, 她就骂我, 说我没出息, 说一旦放弃, 前面花的钱就打水挑了。 我咬牙坚持着, 我想逃。 我不知道这样人生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不知道她为什么非要打肿脸充胖子, 为什么他们失败的婚姻, 要让我承担, 直到小学五年级。 我妈得了急性懒尾炎, 要做手术。 在医院跑上跑下, 交钱取药的是我, 签手术同意输的人, 也是我。 我们家是真穷, 穷到我妈专门问医生, 能不能不打麻药? 医生说不能, 我偷偷去找我爸。 我爸正在牌桌上, 一间屋子有男有女, 烟雾缭绕。 爸, 我妈病了, 蓝尾炎要做手术, 叫她好好养着。 我爸抽着烟, 随手从桌面抓了一把钱递给我, 你给她请个护工。 我估摸着我爸给的钱在三千左右, 足够解燃眉之极, 还有剩。 我恩了一声, 谢谢爸。 这时, 其他人开口了, 老秦啊, 这是你大女吧。 秦颖, 你这个女儿可不得了, 成绩年年全年级第一, 比我家兔崽子强多了。 我爸露出略吃惊的表情, 有人继续, 可不是。 干啥啥第一? 画画也是省一等奖。 是三好呢? 你这是祖坟冒清烟了? 我爸应该是第一次听到这些。 我妈之前在张红面前嘚瑟的, 没一句传到我爸耳里。 我爸这才转过身, 正眼看我, 这么厉害。 我没吭声, 只点了点头。 我爸哈哈大笑, 对那一屋子男男女女炫耀, 我的基因, 优秀, 低调。 我忍不住看了一眼我爸脖子上的大金链子, 觉得他对低调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学画画很花钱, 我早就不想学了。 我小声说, 我妈很辛苦, 累病的。 我爸再次哈哈大笑, 打开台桌子抽屉, 抽一打钱放到我手里, 闺女乖, 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以后学画的钱, 爸出, 生活费, 也爸出。 你妈就是太倔, 不肯要你爸的钱。 她上上下下打量我, 许是被我不上当次的衣服裤子刺激到了, 再次打开抽屉, 抽一打钱放到我手上, 去商场买点好衣服, 我勤百万的女儿就该打扮得漂漂亮亮。 我捧着两万多块钱, 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成绩好, 优秀, 是可以换成钱的。 我先去医院交了住院费, 我妈还在睡, 再去超市买了个保温筒, 半只鸡, 一斤小蘑菇, 回到家炖在炉子上, 然后淘米煮饭, 温习功课。 等鸡炖熟后, 我把饭菜分隔装好, 坐公交车到医院。 我妈是个极敏锐的人, 从我进病房, 到我把保温筒放在她面前打开, 我妈五连问, 你买保温筒做什么? 钱没处使了吗? 炖的什么? 鸡? 你有什么资格买鸡? 我连麻药都舍不得打, 你居然买鸡? 你知不知道赚钱有多难? 我沉默, 我不是善于撒谎的人, 更不善于骗我妈。 我怀里揣着两万多块钱, 挣扎在说与不说之间。 我妈见我这样, 语气不善, 脸上尽是狐疑, 你是不是找你爸去了? 你问他要钱了? 啊? 最后这一句, 他的声音因气愤而变形, 他盯着我, 如一头母兽。 我不敢看他的眼睛, 只低着头, 咬一勺汤, 吹了吹, 递到他嘴边, 硬着头皮说, 妈, 您刚做了手术, 需要补身体, 我们家本来就, 我的话没说完。 我妈仰手, 趴得打掉勺子, 汤撒在小桌子和床单上。 我说了多少次, 我就算是穷死, 累死, 饿死, 也不会要你爸一分钱。 我妈胸口剧烈起伏, 她紧紧握着拳头, 竭力控制着摔保温筒的冲动, 我看见她额头蜜出细密一层汗。 我坐在床檐, 深呼吸, 定定地看着她。 妈, 我知道你有骨气, 你想证明你不需要依靠男人, 你已经做到了, 你把我养这么大, 这么优秀, 甩琴学几条街。 但是, 妈, 你也别忘了, 法律规定, 父母双方都有养育孩子的义务。 你和我爸生了我, 他就应该养我。 凭什么让你一个人养? 累死累活, 供我吃供我穿, 供我上学, 还要供我独兴去搬。 而他就轻松快活, 搂着小老婆, 打着大麻将, 养着其他人的孩子。 说句不好听的话, 就算你累死了, 把我拉着大, 等到他老了, 我同样有赡养他的义务。 你想让他白白捡这个便宜? 我妈沉默了。 她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从他离婚至今, 争得不过是一口气。 病房里的人纷纷劝他, 举例无数, 小只以理动之以情, 核心思想就一个 不要便宜那个渣男。 我见他有所动容, 捡起勺子, 洗干净递给他。 人啊! 有的时候, 一旦从死胡同钻出来, 就豁然开朗了。 我妈最缺的是钱, 我爸最不缺的也是钱。 两万之后, 我妈的胶着好了大半, 在他看来, 最坏的情况 不过向我爸伸手。 张红再到店里 找我妈买鞋子, 我妈不再委屈自己。 张红看上什么鞋, 她都给拿。 只是, 半跪着穿鞋这种事, 对不起, 老娘不干了。 你这什么态度? 谁家营业员 不给穿鞋的? 你信不信, 我叫老板吵了你。 张红拍着凳子叫嚣。 张女士, 您已经试了 二十五双鞋了。 我现在严重怀疑 你买不起。 我妈靠着鞋架, 一副你爱买不买的样子。 张红作为金主, 被营业员们吹捧惯了, 哪受得了这种嫌弃? 大手朝地上一挥, 刚试过的, 全部给我包起来。 我妈笑着说, 多谢会顾, 拿着计算器, 飞快算账结账。 二十五双, 可以打个七五折, 需要吗? 什么意思? 怕打折, 有损你富婆形象。 说出去, 别人还以为你为了捡便宜, 才买这么多。 张红的表情, 一瞬扭曲了。 我妈给我讲这件事的时候, 乐得哈哈大笑。 我很久没见她这样笑过了。 我问她, 最后打折了吗? 我妈说, 打了。 不爽是不爽, 她又不傻。 不傻吗? 我看未必。 如果不傻, 就不会逼着她女儿学画画, 妄图超越我了。 我从幼儿园开始学, 秦雪从五年级开始学, 基础本不可同日而语。 何况, 我爱画画, 秦分源于兴趣, 更源于生存。 而秦雪从拿起画笔, 满满都是叛逆。 张红把女儿送到这个领域, 基本就是送来让我打脸的。 同一场绘画比赛, 我轻轻松松杀入省赛, 她连机构选拔都过不了。 更何况, 学习成绩这个东西, 小学阶段, 一二年级不分上下, 三四年级两级分化, 五六年级天上地下, 成绩好与成绩差隔着鸿沟。 秦雪身上压着学校成绩和画画两座大山, 若不是她趁着课间操或午休时间, 把我的书包从四楼扔下, 往我水杯里吐口水, 偷走我复习资料, 以及花钱找同学打我, 我每次看着她怨恨地看着我, 几乎快同情起她了。 身为姐姐, 不能眼睁睁看着妹妹误入歧途, 我把她的种种行径告诉老师, 希望老师能帮助她。 老师寄出法宝, 一次两次三次请家长。 我爸死要面子的人, 从来没去过, 每次都张红到学校挨骂。 有一次, 我报卷子去语文办公室, 正好张红在。 我保证, 绝对没有下一次。 我会好好教育秦雪, 试试, 道德比成绩更重要, 我低头, 勾唇。 呵, 道德, 一个知三作三的人, 说什么道德? 我余光看见张红狠狠狠地看着我, 我放下卷子, 假装不认识她, 转身走了出去。 这一刻, 我很清楚, 成绩好, 才能出人头地, 足够优秀, 才能在有限的环境里围。 所, 欲, 未。 至于秦佑, 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他比秦雪还惨。 自从我爸知道 我年级第一后, 每次听说学校开家长会, 就会专门打扮一番, 开着他的大奔, 金项链擦得成亮。 他站在我们班教室后面, 昂着头, 挺着肚子, 双手交叉在后腰, 笑得跟弥勒佛似的。 我妈笔直地坐在我的位置上, 矜持地骄傲着。 苦了张红, 一个人给两个娃开家长会, 楼上楼下两边跑。 偏偏两个成绩都不咋地, 都是要留下来单独交流的存在。 我妈每次开了家长会, 都特洋盘。 你爸今天可得意,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学霸爹。 那狐狸精, 家长会后揪着他宰的耳朵, 骂他宰不争气。 你爸从他们身边过, 假装没看见似的。 哼, 生个儿子又怎么样? 还不如我生个女。 盈盈啊, 你可要争气。 以后考个好大学, 让你爸后悔去。 我爸会不会后悔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我妈在意那一家子。 她在争男人上输给张红, 于是竭力在养育子女上, 胜过张红。 张红怎肯示弱? 秦又是我爸的命根子。 未来矿业的继承人, 也是他荣华富贵的一棒。 他逼着他学奥术, 据说是培养未来的企业家。 然而, 奥术是什么? 是让牛娃开拓思维, 越学越自信, 越学脑子越灵光, 而普娃却学起来吃力, 越学越怀疑自己的存在。 她成功把我爸的命根子 搞得厌学了。 这里容我不厚道的大笑三声, 哈哈哈哈。 之后几年, 秦雪和秦又一路掉车尾。 好在我爸有钱, 一路高价让他们进最好的学校, 请当地名师单独给他们辅导, 为他们保驾护航。 磕磕半半到高中, 秦雪模样好, 会打扮, 是校花级别的人物, 无论走到哪儿, 都是男生众星捧月的存在。 我无趣很多, 除了读书, 就是画画。 也曾有人给我写情书, 我都顺手叠起来, 回家后收进冰铁盒子, 我不曾回复任何, 但我记得有哪些人, 也知道他们不久后会成为秦雪的好。 朋友, 秦雪不光收割喜欢我的男生, 也收割和我交好的朋友。 她嘴甜, 漂亮, 还大方。 那时的我只是17、18岁的少女, 说完全不在意不可能, 我能做到的, 是不断提醒自己, 不重要。 高中不能谈恋爱, 人的精力有限, 我不是天赋型选手, 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事上。 人的一生, 身边朋友本就是大浪淘沙的过程, 剩下来的才是金子。 高中三年, 我沉默, 她耀眼。 我经常有种错觉, 她一生的花期, 都攒足了劲儿, 在那时候开。 高考那天, 我和秦雪同考场。 我爸和天下千千万万普通父母一样, 站在考场外面等。 我故意比秦雪晚几分钟出来, 一眼看见我妈, 朝我妈走去。 在看不远处, 我爸和那一家子站在一起, 又是给秦雪擦汗, 又是滴水。 我朝那边笑了笑。 我爸看见我, 一把推开秦雪, 笑竹掩开地朝我走来。 同款擦汗滴水的动作。 不同款的, 我爸生如红中, 好闺女, 考得怎么样? 清北没问题吧? 爸给你办庆功宴。 无数双眼睛看过来, 带着不可言说。 我摸了摸, 我爸这炫耀的毛病, 还有, 十多年了, 我画画拿了多少奖, 我爸连我想考哪里都不知道。 爸, 低调。 我小声, 掐我爸胳膊。 好好, 低调, 听闺女的。 我爸一张老脸, 笑得像一朵大花, 声音小了许多。 闺女, 清北清北, 你想好, 到底去哪家没? 爸, 你真当考清北像捡大白菜一样容易。 我去美院, 美院, 美院做什么的。 我塞帮子紧了紧, 好脾气地回答我爸的问题。 余光, 看向秦雪他们, 只见那边大小三张脸都是绿的。 录取通知书拿到那天, 我爸喝了很多酒, 赖在我和我妈家里, 手舞足蹈, 大着舌头叨叨叨。 我一个大老粗, 居然生了个高材生女儿。 哦, 骄傲啊。 后来醉得厉害了, 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呼噜声长长短短, 偶尔会戛然而止, 仿佛一口气提不上来。 我怕她出事, 好几次叹她鼻息。 我妈不以为意, 放心吧, 这么多年都这样。 三天后, 我爸给我办庆功宴。 她在当地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 包下整整一层楼。 从酒店门口到宴会厅, 巨大的喷会板, 巨大的横幅, 多到数不清的力牌与气球, 随处可见的我的名字和高效名字, 把一楼婚宴对比得暗淡无光。 无论走到哪里, 我都能听到小声议论, 早上开车队过来的, 全豪车, 太有钱了。 一个升学宴, 恨不得全城都知道。 秦百万的大女儿, 长公主, 之前扫地出门那个升的, 后面那个升了两学渣。 秦百万对这个女儿满意得很, 搞不好原配要归位。 这豪门啊,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说不清楚。 我默默听着, 归不归位的问题, 我曾问过我妈, 如果我爸反悔, 想和你复婚, 你怎么办? 复辟? 老娘又不是菜市场的菜, 随便她想要就要, 不想要就丢。 老娘一个人生活挺好, 我很放心, 不放心的是张红。 这天, 她做了这一生最蠢的一件事, 就在我治完词, 感谢完所有师长亲友的帮助后, 她推开宴会厅的大门, 她来了。 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地来了, 带着她花期正盛的女儿, 既酷又帅的儿子, 提着精致的小石盒, 拼拼拼拼地来了。 特别是秦雪, 她穿着和我一模一样的裙子, 扎着一模一样的丸子头。 不同的是, 我穿着小白鞋, 戴着眼镜, 普普通通学生妹, 而她, 画着淡金色的眼妆, 穿着小高跟, 美得像个公主似的。 我妈在看见她们那一瞬, 脸色就不好了。 我妈也是专门打扮过的, 她提前很多天就开始保养脸, 敷面膜什么的, 衣服配饰也是选了又选, 当天还专门去理发店做了头发, 请人化了妆。 可是, 常年劳作, 油烟对皮肤头发的侵蚀, 人心对生活的焦虑, 以及缺爱, 内分泌不调, 一点一滴都会累积在人的面貌上, 与养尊处优有巨大差异。 她踢管来的吧? 我妈夺不到我跟前。 我能感觉到她的紧张, 对方气场太大, 她的身体有些许紧绷, 偷偷拉了下我的手。 指尖冰凉, 电光石火尖, 我想起八岁那年, 我和我妈的东西被人从家里扔出来, 七零八落散在地上, 想起我妈带着我, 如丧家之犬, 把东西一件件收入编织袋, 想起我妈为了钱, 半跪在地上给那个那人穿鞋, 过往种种, 皆是噩梦。 有念头猛地闯入脑海, 原来, 不知不觉, 我已成了我妈的依靠。 我一把, 挽住她的胳膊, 嘴唇凑近她的耳朵, 脱口而出, 妈, 别怕。 宴会厅不知不觉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看着我们, 有人拿出手机, 摄像头对着我们, 等待矿老板家的私逼。 张红母子被众人注视着, 他们骄傲着, 独孤求败般昂着下巴, 拿出走红毯的气势, 走到我们面前。 恭喜你呀, 周姐姐。 张红满脸堆笑, 她朝我看了看, 目光富又落在我妈身上。 生了这么个好女儿, 可给你长脸。 接这么大的好事, 也不知道给我发个帖子, 难不成还怕我抢了你的风头。 这话说的特别最后一句, 颇有八十七版《红楼梦》中 王熙凤的风采, 声音又轻又亮, 极富穿透力。 我妈事先没准备, 张了张嘴, 正要分辨, 张红画风一转。 声音身段已然婉转, 朝我爸娇称, 老秦, 你也真是的。 周姐姐不懂事, 你也由着她。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我们两口子感情不好呢? 她把两口子三个字加重音, 再炫耀地看过我妈一眼, 摆明她才是正方。 我妈咬着腮帮子, 朝我爸看去。 张红这是典型地, 揣着明白装糊涂, 接着庆功宴, 四十多桌客人, 我妈就请了二桌, 其他都是我爸请的。 我爸脸色也不是太好, 他不愿让其他人看笑话, 顺口或稀泥, 好了, 既然来了, 就都坐下来吧。 张红立即上前, 大屁股一扭, 急走我妈, 娇娇翘翘地挽着我爸的胳膊, 身体力行的全是 什么叫小鸟衣人。 秦雪站在我旁边, 用那种审视的目光, 上下打量我, 小声吃笑, 就凭你, 也配合我穿一样。 也不撒泡尿罩罩, 长这么丑, 穿什么都是山鸡。 难怪喜欢你的男生 最后都喜欢我了。 巧了, 话筒在我手上。 更巧的是, 秦雪说第一个字时, 我不小心把话筒开关打开了。 她的声音顺着音响, 传入每个参加宴会的人儿里。 众人还没来得及哗然, 我已经接口, 脸呢。 你妈没教过你, 玄宾夺主是没礼貌的事吗? 掐着时间点进来, 故意和答谢宴的主角穿一样, 就是你的教养。 今天在座的长辈, 基本是爸爸请的, 你知道他为什么没通知你这个二女儿吗? 我故意顿了下, 笑着, 因为他怕你自卑呀。 学渣, 后面两个字, 我说得格外轻, 格外讽刺。 高中三年, 所有人都在努力学习, 笨虔诚, 只有你, 在不遗余力地学习, 如何搔手弄姿, 如何抢男人, 说话间, 我内涵了张红一眼。 满场宾客皆露出了然神色, 当年, 张红的上位史, 在我们小城市, 可谓是热门八卦。 张红纵然脸皮在后, 这一刻, 也有些绷不住。 他小声喊秦雪的名字, 示意秦雪不许说话, 快坐下。 秦雪忙, 走到我爸另一侧, 和张红一左一右坐在我爸两侧。 我爸皱眉, 先是对秦雪, 起开, 这是你姐的位置。 再对张红, 你也起开, 不知道今天主角是谁吗? 两人兴兴然, 往旁边让了让。 这事儿如果只到这里, 一切还好。 偏偏张红太贪, 他不光想我和我妈丢面子, 还想我们实打实地吃上一窥。 他当着众人, 把带来的食盒推到我面前, 说是亲手给我做的, 庆祝我考上理想的大学, 叫我和我妈尝尝。 还说趁热, 刚叫服务员用微波炉热过。 我打开盒子, 看见里面装着两个糕点, 红色, 梅花形状, 上面有玫瑰花瓣和蔓越莓。 一点小心意, 盈盈, 快尝尝。 张红用热切的目光看着我, 乐呵呵地说, 叫你妈也尝尝。 张阿姨以前不懂事, 多有得罪, 你们可别往心里去。 这两个小糕点, 就当阿姨给你们赔罪了。 这不黄鼠狼给鸡拜年吗? 吃, 意味着从前的恩怨, 一笔勾销, 不吃, 显得不大肚, 是典型的道德绑架。 我思索着, 朝秦雪和秦幼看去, 只见秦雪满脸期待, 秦幼满脸奚落。 我用消毒纸巾擦了手, 粘起其中一块糕点, 直接递到我爸嘴边, 语气甜美, 爸爸, 我能考上大学, 您功不可没。 这块糕点就当借花献佛了。 我爸乐陶陶的, 指着我朝众人炫耀, 我这个大女儿, 孝顺, 众人鼓掌。 我爸张嘴, 一口咬下去, 张红母子三人的表情, 简直大行翻车现场。 同一时间, 我闻到我爸口中传来的恶臭, 他也意识到不对劲, 眉头一皱, 嘴巴一张, 哇哇狂吐。 服务员忙着递水。 我爸一边竖口, 拳头已砸在桌子上, 再不顾宾客们会不会看笑话, 朝张红怒吼, 你TM在里面包了什么? 装满茶水的杯子朝张红脑袋砸去。 张红心虚不敢躲, 闭着眼睛, 咬着牙, 硬生生接了我爸这一砸, 茶水湿了他的脸, 头发和衣襟。 我爸不解气, 一把抓起刚吐出来的东西, 同样朝张红脸上砸去, 然后是剩下的糕点, 统统砸在张红脸上。 张红依旧不敢躲。 他依附于我爸, 没有任何生存技能, 最不敢得罪的就是我爸, 只能硬生生全部瘦了。 片刻间, 他的脸上身上一片狼藉, 发出恶臭。 周围人都在捂鼻, 小声讨论, 这味道该不会是实吧。 我把鼻其他人闻得更清楚, 不但有嗅觉体验, 还有味觉体验, 怎会没有判断。 听众人一说, 更觉李子面子都没了, 他竭力控制打人的冲动, 额头手背全是青筋, 每个字都从牙缝中蹦出, 你TM活腻了。 滚, 老子不想看见你。 一个滚字, 如野兽咆哮而出。 我坐在他旁边, 耳骨磨震得生疼。 我咬着牙眉洞, 眉妆白莲花落井下石。 只一只手搭在我妈手背, 安抚似地压着她的手。 秦雪和秦佑吓得浑身都在抖, 筛糠似的。 张红眼泪一滚就出来了。 老公, 我知道错了。 她第一个开口。 她也是豁得出去, 众目睽睽下, 站起来, 扑通给我爸跪下, 跪行几步。 我真知道错了。 秦哥, 我一时糊涂, 你原谅我。 她拉着后面秦雪秦佑的衣服, 想让他们给说情。 秦雪没辜负张红的期望, 站起来, 爸, 你原谅妈这一次吧。 她也是急糊涂了, 怕你只爱姐姐, 不爱我们。 秦佑紧随其后, 她比秦雪高, 声音还格外洪亮。 对, 包狗屎是姐的主意, 她极度勤盈, 想给她点教训, 妈没过脑子就答应了。 秦雪本就瑟瑟发抖, 一听这话, 小脸更是涨得通红, 眼神慌乱, 结结巴巴解释, 不不, 不是我, 我没有, 都是秦, 她的话没说完, 秦佑高声打断, 怎么不是你? 若不是为了给你出气, 我们能揉面团玩狗屎。 说话间, 她狠狠瞪了秦雪一眼, 警告意味十足, 秦雪居然真的沉默了。 这一瞬, 我的心情是复杂的。 长久以来, 我没有对秦佑投入过多关注, 只当她是个小孩子, 却没想到, 秦雪那么嚣张跋扈的人, 居然会因为她一个眼神, 吓得一句话不敢说。 张红再次找到救命稻草, 一把拉过秦佑, 祈求我爸, 秦哥, 看在儿子的份上, 您原谅我。 我知道错了, 您怎么罚我都行。 滚。 我爸脸上全是不耐, 别以为生个儿子就了不起, 像给老子生儿子的女人多的是。 说话间, 我爸不经意瞟向不远处一张桌子。 那张桌子坐得全是女性, 有两三个和张红差不多大, 最年轻的比我大不了多少, 有人挺着肚子, 有人带着孩子。 我朝我妈看去, 我妈不动声色点头。 是了, 都是我爸养在外面的, 且越来越多。 爸, 秦佑还想说什么? 滚。 我爸在拍桌子, 狠狠瞪着他们, 都给老子滚。 老子明天就和你妈离婚, 那三人离开了, 他们来时骄傲如孔雀, 去识狼狈如丧家之犬, 好好个庆功宴, 被张红母子闹得乌烟瘴气。 我爸一口菜也吃不下, 他黑着脸, 大马金刀地坐着, 胸口剧烈起伏。 爸, 我小声喊他, 朝他身侧靠了靠,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 我是真不知道。 我虽猜过糕点有问题, 却做梦都没想到, 里面包着狗屎。 我爸露出一言难尽的表情, 下巴扬了扬, 一头黑线, 故作坚强。 我余光看向周围, 见宾客们好些在戳手机, 猜他们正在发视频或聊天, 与朋友共享勤百万家的闹剧。 盈盈, 我妈小声喊我名字, 谋中成满担心, 会不会对你不好。 没关系, 我笑着摇头, 假装大肚, 弟弟妹妹不懂事, 我做姐姐的应该多担待, 不在意的。 我爸转头看了我一眼, 欲言又止, 似乎想说我当然可以不在意, 吃狗屎的又不是我。 我咬牙憋笑, 低头, 吸着腮帮子在憋笑。 我不同情我爸, 三妻四妾, 其人之福不是那么好想的。 很多年前, 我和我妈被扫地出门, 如今轮到张红母子了。 所谓风水轮流转, 不, 是善恶到头, 终有报。 网络年代, 消息像长了翅膀。 一顿午饭的时间, 秦百万吃狗屎的视频已登上本地热门, 发酵出来的第一热门人物是秦雪, 第二才是我爸。 故意和庆功宴主角撞山, 恶毒女配看多了吧。 食物里包狗屎, 真不是一般脑洞想得出来的。 小姑娘得有多坏, 不愧是上位的小三交出来的。 有一说一, 妹妹确实漂亮。 姐姐活该, 那么多客人, 居然说妹妹搔手弄姿, 我要是妹妹, 弄死她。 这不秦雪吗? 在学校老抢秦莹的东西, 只要有男生喜欢秦莹, 她都要抢。 学习很差, 和秦莹不是一个档次。 我初中和秦雪同班, 亲眼看见她把她姐的书包 从四楼丢下去, 还带着小太妹围攻她姐, 坏透了。 百万富翁吃狗屎, 求勤百万心理阴影面积。 弟弟才是没脑子。 可惜了那双犀利的眼睛, 他若不说是狗屎, 谁知道是狗屎。 网上议论纷纷, 连着几天, 我每天都在接电话, 大多是同学们打来的, 80%的话题是问我那天宴会的情况, 他们说秦雪这下射死了。 我尽量不讨论, 一是没那么多时间满足他们的八卦欲, 二是当今社会, 只要脸皮够厚, 射死又如何。 那天之后, 秦雪母子三人还不是该吃吃, 该喝喝, 还四处旅游。 这个暑假, 同学们大部分在忙聚会, 旅游, 互诉中常。 我朋友不多, 偶尔聚一聚, 时间基本留给画画, 写生, 又或者去公园摆个摊, 给路人花肖像。 暂时不缺钱, 赚的钱都买绘画用品, 送去孤儿院了, 也认识了一些朋友。 这个暑假, 我爸和张红最终没离婚。 我妈这个前妻, 离异人士, 以饱满的热情关注他们的婚姻动向。 你爸怎么还没离? 听说住小狐狸精那里去了。 这段时间, 大小狐狸精斗得厉害, 比电视剧还精彩。 我妈展开说了许久, 我问我妈, 你怎么知道? 当然是那些失宠的给我说的, 他们看你得宠, 都来扒我。 我择了一声, 建议他听八卦可以, 别给任何人出主意, 免得最后惹意身骚。 还有, 和我爸保持距离, 别因为他耽误了自己。 这个暑假, 我听说秦雪被一家专科学校录取了。 很不巧, 和我在一个城市, 同专业。 大城市, 比我老家大很多很多的城市。 临次至比的摩天大楼, 堪比皇宫的夜店, 国际尖端的奢侈品, 一瞬溜的千万级跑车, 都是我们老家没有的。 我爸那个级别的土豪, 在这个城市, 估计也就是略高于中产的存在。 我们学校真有开着跑车来上学的。 我无意攀比, 却也在室友熏陶下, 取下框架眼镜, 换上隐形眼镜, 第一次涂口红, 第一次穿高跟鞋, 有人说, 读大学堪比整容。 其他人如何我不知道, 至少我是真变了。 有一次, 室友们无意间看到我庆功宴上的视频, 这些人有没有眼光? 明明是姐姐更好看。 不能怪他们, 有几个人能透过黑矿看到亮晶晶的眼睛。 那时才高中毕业, 盈盈一看就是只专注学习的乖乖女, 瞧被她妹欺负成啥了。 还好, 还知道反击, 不然我们可不认你这个朋友。 至于专业, 更是一秒钟都不敢懈怠。 小时候, 我努力学习努力化, 因为我清楚, 我所有想要的一切, 无论尊严, 还是活着的权利, 都要靠自己。 在这所学校, 我最大的感触是比你有钱的, 往往不光比你优秀, 还比你努力。 当年, 我在机构学画时, 他们多少人请的私教, 请的大学教授, 或者直接拜的成名画家为师, 对画的感悟不可同日而语。 我不是天赋型选手, 我需要百倍努力来弥补差距。 大学四年, 我不知道谈恋爱是什么感觉, 但我知道, 凌晨三点的校园多么安静, 树影婆娑, 月光洒一地。 但我知道, 凌晨五点, 校园笼罩在晨曦中, 天空一点点变亮, 云霞归立, 每一秒都是惊心动魄的美。 秦雪是从大四开始找我的。 那时, 我正在走宝岩流程, 而她已经毕业, 开了个画廊, 卖画, 也教孩子们画画。 她说, 她悟了, 她错了。 她所有的飞扬跋扈, 拼命针对我, 都源于她妈错误的三观。 她一直觉得, 我爸和她妈是真爱, 没有爱的那一方, 才是第三者。 我是第三者的孩子, 加上她妈, 每天拿我笔笔笔, 骂她不争气, 所以, 她看我百般不顺眼。 希望我能原谅她, 原谅这个被原生家庭祸害的无知少女。 她说, 这么多年过去了, 如今回头再看, 发现最佩服的人还是我。 她说, 在我身上明白了一个道理, 认真与坚持, 才能使人生意义生辉。 她经常请教我怎么画, 有时是微信发照片来, 有时会亲自跑一趟, 提着她的心做。 我只要不忙, 都会指点一二。 人性的弱点呢? 一是我的虚荣心确实得到了满足, 好为人师的天性在这时暴露, 二是比比比的童年, 不光是她的痛, 也是我的痛。 我们都曾是母亲欲望的衍生, 多少年后, 终于触摸到自己。 后来那件事发生在炎二, 那时的我, 在圈内也算冉冉升起的新兴, 获过一些不大不小的奖项, 在城郊有自己的画室。 不上课的时候, 我都在画室。 我知道秦雪用我的名头 做她画廊的活招牌, 说她是画家秦莹的亲妹妹。 我没有反对。 姐,您在哪儿? 今天没课吧? 我画了一幅画, 怎么看都不对劲, 您若有空, 方便帮我看看吗? 秦雪现在和我说话, 开口闭口, 都是尊称。 我硬了下来, 叫她到画室找我。 半小时后, 秦雪一只手提着画, 一只手提着装咖啡的袋子, 来到我画室。 我接过画, 边走边看, 放在窗前的画架上, 这里阳光最好, 再顺手接过她递来的咖啡, 喝一口。 姐, 您觉得怎么样? 她站在旁边, 构图OK, 色彩也OK, 审美情趣有, 比之前的好很多。 我顿了下, 可惜意境欠了点, 放画廊几千块钱能卖, 在网上就, 我的话没说完, 脑子里一阵炫韵, 转头看见秦雪脸上全是猙獰, 只能是这杯咖啡? 她放了什么? 她想做什么? 我下意识, 我下意识朝放手机的桌子奔去, 我得报警, 得打110, 可我的头晕得厉害, 脚步不稳, 路上撞倒好几个画架画框, 它跟在我后面, 悠哉悠哉, 时不时发出冷笑, 如戏耍老鼠的猫, 我紧张极了, 眼看要抓住手机, 砰的一下, 顿痛从后脑勺传来, 画框四分五裂, 我跌在地上, 意识迅速涣散, 傻逼, 秦雪的声音从上方传来, 伴随着她的高跟鞋, 疯狂在我脸上身上踢着, 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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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做了你这么多年的舔狗, 终于到头了, 你TM学什么不好, 偏要学画画, 害得老子跟着学, 真TM烦死了, 我的意识不断涣散, 她的声音从肩消到模糊, 痛感也越来越迟钝, 直到油画刮刀狠狠插入我的脸颊, 再往下拉, 痛不可严肃, 我听见她狂笑, 哈哈哈哈, 你这张脸, 老子看着就讨厌, 凭什么那么多男人喜欢你, 粘稠的液体顺着脸颊脖子, 血腥味那样重, 生理性眼泪疯狂涌出, 她笑得更加张狂, 从地上抓起支油画笔, 对准我眼睛, 我恐惧到无以复加, 比其死, 我更怕吓, 我哆嗦着, 我后悔了, 姐, 别玩了, 有人来了, 门口传来好像是琴佑的声音, 琴雪哼了一声, 砰得摔下我, 出门前, 她放了一把火, 画室沦为火海, 黄泉路, 漫珠沙花开至图迷, 孤魂无处可归, 一年后, 我站在西山陵园的一座墓前, 墓碑上刻着我的名字, 我把小厨局放在碑前, 秦莹, 你有什么打算? 问我之人是救我之人, 阮强是整容科医生, 他有一个外科医生的男朋友颜云, 与我相识多年, 也是我画室对面的邻居, 我出事时, 他们恰回来, 秦佑那一声有人来了, 说的就是他们, 他们合力把我救出, 再放了一具人体骸骨进去, 当消防队赶到, 扑灭大火, 从废墟里抬出来的, 就是那具骸骨, 我在黄泉路上游走一年, 看见曼珠沙花盛开如火焰, 无边无际, 看见地狱空荡荡, 阎罗找我, 叫我把恶魔送去该去的地方, 我硬下了, 事故后, 最先赶到现场的是秦雪, 然后是秦佑, 最后是我爸和我妈, 我妈整个人叹了, 多年来, 我是她的精神支柱, 我没了, 她已没了活着的欲望, 我的后事交由我爸处理, 我爸在我们当地是响当当的大人物, 很多事看关系, 看人情, 到了大城市, 当一切按照流程, 他怂了, 他把事情交代给秦雪和秦佑, 没有人质疑我的死因, 秦雪姐弟全心全意, 把我的后事办得轰轰烈烈, 学校论坛里, 有祭祀我的帖子, 起高楼, 网上无数字媒体, 都在吹嘘我的话, 说我是天才画家, 画作水平如何了得, 如今年轻, 就陨落是天度英才, 恰这时, 有人赤字百万, 买下我即将参展国际某赛事的话, 那只是一幅没画完的手稿, 之后, 但凡我画的, 价格一路飙升, 完完全全印证了艺术家去世后, 艺术品才升值的魔咒, 而秦雪, 借着我死的东风, 也被自媒体关注了一番, 在这个颜值及正义, 眼球及流量的年代, 他小小地红了一把, 居然跻身年轻画家行列, 他的话我看过, 和你风格很像, 阮强说, 东师笑评罢了, 我吃笑, 秦雪什么水平, 我给他指导了几年, 不会不了解, 可你的导师, 也赞过他的话, 阮强言语中, 带着几分圣意, 缓缓道, 说, 青出鱼篮, 这下轮道我吃惊了, 这是高于我的意思, 我的导师, 专业水平超一流, 俗称国家队的存在, 他的人品绝对信得过, 不会胡说, 难道, 秦雪才是真正的天才画家, 过去许多年, 他都在藏桌, 不, 不可能, 按照他的性格, 他若有本事, 早炫耀出天际了, 我不懂画, 你得亲自去看, 阮强说, 我点头表示知晓, 对了, 还有件更棘手的事, 阮强顿了下, 他现在是顾斐的女友, 你要对付他, 得先对付顾斐, 听说那个男人宠他如命, 花了大价钱再捧, 顾斐, 我不认识, 没听过, 阮强用看外星人的眼神看我, 后面每句话的落点都加重音, 姓顾, 是四大豪门之一的顾, 著名天使投资人, 金钻王老五, 秦雪能勾搭上顾斐, 确实出人意料, 一个是矿老板的女儿, 小画廊老板, 一个是真正的豪门, 说句不客气的话, 这是直接跨了两个阶层, 我在网上查顾斐资料时, 看见他的照片, 莫名觉得有点眼熟, 至于秦雪, 当我看见他所谓的成名作, 就笑了, 那日, 他在我的画室, 不光杀人放火, 还顺走了我的画作, 一部分用于炒作, 另一部分变成他的作品, 那些我正在尝试的画法, 没有给人看过, 亦没有完全成品的, 如今正展示在网上, 作为天才画家秦雪的作品, 受到无数人的追捧, 呵, 依然这样爱炫, 不顾后果吗? 名利是把双刃剑, 那些借来的才华, 一旦用完了, 曾经有多少人关注, 就有多少人落井下石, 大数据推来两条消息, 一是, 顾斐你投资秦雪弟弟秦佑的公司, 评论区两种声音, 有人说色令之婚, 身为金牌投资人, 顾斐的脑子被门家了吗? 也有人说, 你投资很久了, 一直没见头, 掉着罢了, 二是, 秦雪新作见面会将在六月底召开, 届时会有很多行业, 大咖参加, 评论区一边倒的女神YYDS, 偶尔夹杂着几声资本下场, 果真了不起, 几幅没画完的话而已, 请了这么多名家给她抬轿子, 我给师姐发信息, 师姐, 我没死, 师姐瞬间把电话打过来, 你在哪? 为什么不联系我们? 你知不知道, 你出事后, 导师伤心了很久, 我说, 我在医院躺了一年, 师姐, 我想要一张秦雪新作 见面会的邀请函, 师姐那样敏锐玲珑的人, 所以, 秦雪的画, 果然是你画的, 我笑, 被发现了, 师姐, 早被发现了, 哪有画家一年了, 只拿得出几张半成品的, 而且风格明显脱胎与你的风格, 我们专门去她画廊看了, 水平也就那样, 师姐, 只有顾斐, 有毛病似的, 没才华硬捧, 哎, 你老实说, 当日你出事, 是不是和她有关? 师姐, 你活着的消息, 导师知道不? 你赶紧给她说一声, 她老人家一定很开心, 你在哪儿? 我过来看你, 师姐倒豆子似的, 噼里啪啦, 一句接一句, 等她激动完了, 我这才请她暂时保密, 说过几天在秦雪作品见面会上见, 师姐沉默了, 怎么了? 看群, 我忙缩小语音通话见面, 还好是个小群, 连我在那七人, 都是信得过的, 一群人问师姐, 真的吗? 秦莹真的活着吗? 需要我们做什么? 无论做啥, 保证完成, 放心, 肯定保密, 我悠悠爱特师姐, 以前没发现你这么大嘴巴, 师姐哈哈大笑, 这不憋不住吗? 现在帮手多了, 咱们搞个大的, 秦雪的新作见面会, 顾斐果然疼他, 最豪华的酒店, 最豪华的宴会厅, 全国第一梯队的画家, 上百家媒体, 上百个大V, 无数个支架, 长枪短炮的, 我穿着衬衣牛仔裤, 戴着鸭舌帽, 坐在一众大V中, 非常低调, 群消息闪个不停, 那六个人, 打了鸡血似的, 恨不得把各自坐标发出来, 我肉眼可见, 他们一个个东张西望, 我到了, 我到了, 呼叫总部, 呼叫总部, 小莹到了眉, 我也到了, 蓝碧区, 倒数第二排右舞, 有什么事情交代我吗? 很急切地想做点事情, 我X太刺激了, 想想待会儿要撕下秦雪的面具, 再想想顾大总裁的绝对便秘脸, 想高歌, 哇哦哦, 我, 我看着不断滚动的群消息, 福娥, 能不能装重点, 说好的高贵清冷人设呢, 快捡回来, 这么多媒体, 一个个快帮没了, 自己人, 要什么人设, 放心, 大老多, 没人注意我们, 下午三点整, 秦雪来了, 和顾斐一起来的, 他挽着顾斐的胳膊, 从他们进门那一刹, 美光灯闪个不停, 顾斐穿着灰色西装, 戴着金边眼镜, 头发朝后梳着, 从上到下, 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毛孔, 都写着成功人事, 秦雪穿着银色礼服, 低胸露背, 长发松松地盘在脑后, 钻石项链和耳环, bling bling, 不像画家, 更像明星, 红毯两侧, 有媒体不断问, 顾总, 请问您和秦雪小姐,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有结婚的打算吗? 网友说, 秦小姐的才华, 称不起她的名气, 全靠您硬捧, 您怎么看? 是为她嫁入豪门, 累积资本吗? 顾总, 秦小姐弟弟的公司, 您你投资大半年了, 到底投还是不投? 顾斐忽然驻足, 目光扫过全场, 秦雪跟着停下, 一脸娇羞地看着她, 双眸含情, 郁郁还修, 顾斐笑了笑, 拂眼镜, 接过记者的话筒, 第一, 没有豪门之说, 顾家三代经商而已, 是普通老百姓, 第二, 小雪有没有才华, 是不是靠我硬捧, 你们待会儿看她的作品, 不就知道了? 第三, 任何一场风险投资, 都不是老板一个人说了算, 我们公司有专业团队, 正在进行专业评估, 今天是秦雪小姐的作品见面会, 请大家多关注她的作品, 谢谢! 不知何故, 我总觉得顾斐多看了我两眼, 甚至有一瞬间, 我和她的目光有短暂的交汇, 她的眸中有雷霆万钧, 一有漫天星光, 我知道她是谁了, 我和她见过, 那时, 我出国交流, 在国际航班上, 太过漫长的航程, 我闲得无聊, 看见坐在斜前方的男子, 他正在看书, 年轻的脸庞, 线条极具美感, 碎发搭在眼瞼, 阳光透过弦窗照进来, 给她镀上一层金边, 特别是鼻子上那一点, 最亮, 我一时济痒, 拿出纸笔, 刷刷画了起来, 后来, 当飞机停稳, 所有人都在收拾行李, 她朝我走来, 我紧张极了, 画人肖像这种事, 事先应得到对方允许, 我有错, 我那时年轻, 没想好好解释, 只想逃, 于是, 从画家抽出那张画, 走过去趴地拍在她身上, 送给你了, 我平时收钱的, 语气很傲娇, 飞快逃走了, 她在后面爱, 这件事, 我后来反思过, 处理得太不成熟, 太没礼貌, 简直人生污点, 台上, 秦雪已经开始介绍她和我的作品, 之所以说她和我的, 因为构图是我, 线条是我, 钩边是我, 一部分色彩是我, 她只做了剩余的一部分, 甜色, 画在画框里, 框在画架上, 一共五幅画, 摄影师拿着8K摄影机, 秦雪讲哪拍哪, 又是整体, 又是细节, 全部投放在旁边巨幅的8K液晶显示屏上, 可谓先毫避现, 16K大的纸, 画上的任何瑕疵, 一旦投放在巨屏上, 都是灾难, 岂止前排大师级画家频频摇头, 就连后面我身边专业度相对低一点的大V和媒体, 都在焦头接耳, 这怎么写, 就这水瓶, 尬吹吗? 顾斐一世英明, 被这女人坑惨了, 你们信不信, 往后连她的投资眼光, 大家都会质疑, 这画, 真不如半成品, 当初多惊艳, 现在多失望, 我抽空了看了一眼旁边主播的手机屏幕, 下面刷屏似的, 女神她防了, 莫哀男神的三秒钟, 秦雪站在台上, 她比任何人早看到台下反应, 她慌了, 一个劲朝顾斐看去, 拼命用眼神向她求救, 顾斐不知什么时候, 已坐到我的导师旁边, 她的背脊朝后, 舒舒服服地靠在椅子上, 双腿交叠着, 好整以暇地看着台上表演, 我悟了, 她知道, 她一直都知道, 见面会是她要办的, 画家和媒体是她请的, 8K摄像机和显示屏是她安排的, 她说有没有才华, 看作品, 她说多关注作品, 到第三幅画时, 秦雪实在讲不下去了, 她困在台上, 不知如何是好, 巨大屏幕上, 她额头上的汗水, 晶莹而饱满, 我发信息, 切信号, 屏幕上, 画面抖变, 玻璃窗后, 女子在画画, 看画面是监控拍的, 周围人吃了一惊, 很快安静下来, 猜到有大事要发生, 某些原本已关了摄像头的主流媒体, 重新打开摄像头, 过了一会儿, 女子离开了几秒, 在进入镜头时, 她一只手拿着画, 身后还跟了另外一个女子, 她把画放在架子上, 接过身后女子递给的杯子, 喝了一口, 两人似在交谈, 忽然, 女子摇头, 似乎是吃惊地看着身后女子, 随即丢掉杯子, 冲向不远处, 后面那个女子悠哉悠哉, 就在前面的人快抓到桌子上的东西时, 她随手抄起一个画框, 狠狠砸了下去, 现场发出惊呼, 屏幕里, 女子倒地, 那个砸她的人丝毫不肯放过她, 高跟鞋疯狂踢着她的身体, 踩着她的脸, 现场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被屏幕上的残暴情形惊呆了, 现场剪辑师忽然在屏幕右上角开了个小窗, 直播秦雪苍白着一张脸, 呆呆立着, 当秦雪弯腰, 捡起油画刮刀, 狠狠朝我脸上扎下石, 周围再次发出惊呼, 有人捂住眼睛, 有人大骂禽兽, 这样的画面, 我其实看过很多次, 每一次都满带恨意, 唯有这一瞬, 情绪如开闸的洪水, 我落泪了, 我的导师, 我的小伙伴纷纷站起来, 义愤填膺地指着秦雪, 凶手, 抓住他, 是他杀了秦盈, 秦雪荒不择路, 保安一拥而上, 唯有顾斐, 他站起来, 大不留心朝我走来, 我最初没注意他, 我的注意力都在秦雪身上, 等我发现他时, 他已经一把抱住我, 胸膛起伏很是剧烈, 咚咚咚咚, 我和他不熟, 我挣扎着, 正要推开他, 他说, 阿盈, 让我抱会儿,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 忽如其来的感情, 也许是我一个人了太久, 也许是我也需要一个肩膀, 也许是他的感情太过浓烈, 我实在不忍, 我由得他抱着, 屏幕里, 秦雪一只手抓着我的头发, 一直拿起画笔, 朝我眼睛戳去, 屏幕里, 他的动作中断, 朝门口看了一眼, 屏幕里, 他在放火之前, 卷走了我的画作, 警察推门而入, 旁边是已经戴上手铐的秦佑, 法律不外乎人情, 他们在宴会厅门口等了许久, 直到这段监控视频放完, 后来, 秦雪和秦佑已故意杀人畏遂入罪, 后来, 他们在监狱斗殴, 一个毁了容, 一个瞎了眼睛, 再后来, 张红疯了, 流落街头, 饿的时候, 连狗屎都吃, 我妈偶尔会给他买两个包子, 再在后来, 我和顾斐恋爱了, 这又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一个情不知所起, 而一往情深的故事, 在一个不知道的地方, 有人曾惦念着我, 我从来没相信过秦雪, 年少时, 他如何带着一群人欺负我, 我不曾忘, 那些本该热烈的青春, 因他而冰冷, 而秦佑是比秦雪更阴险的存在, 小时候, 他们讨厌我, 因为我总是压他们一头, 长大后, 我爸曾明确说, 他的财产会分三分之一给我, 这两个人, 以及张红, 不会甘心, 我故意把秦雪放在眼皮下, 一是了解他的动向, 二是趁他想除我的时候, 将计就计, 除掉他, 秦佑在这个城市的消息, 我提前半个月就知道了, 他给秦雪发的信息, 不巧被我看见, 所以, 秦雪约我看话, 我多了个心眼, 给颜云打了电话, 以防万一, 颜云是我多年好友, 当年在孤儿院做义工时认识的, 他是外科医生, 有自己的实验室, 建在城市郊区, 我在他实验室附近, 租了民宅, 改成画室, 一整面墙的落地窗, 从他那边能看见我这边, 我请他安了个摄像头, 安在他的室内, 不容易被人看见的地方, 他知道我在狩猎, 却不知我的详细计划, 更不知我低估了秦雪姐弟的毒辣, 所以, 当画室起火, 他第一反应, 是用实验室内现有的骸骨, 礼带淘江, 再等我醒来, 由我决定怎么做, 后来的事情, 你们都知道了, 至于秦雪拿我的画作冒充, 是他画的, 究竟是临时起义, 还是蓄谋已久, 都不重要了, 这件事到此, 诚然, 我高估了自己的智慧, 差点把自己害死, 也算吸取教训, 幸好, 结局还算不差, 是上天保佑, 顾匪藩外, 我亲妹, 顾婉婉, 说我是母胎嗖哦, 我邪逆了他一眼, 站在长辈的角度, 对他发出灵魂三连击, 今天有好好学习吗, 对得起吃下去的大米吗, 是不是又恋爱恼了, 多大的人了, 除了谈恋爱, 你还会什么, 公司分一半给你, 你搞得定吗, 你哥辛辛苦苦守江山荣义吗, 你一天有事, 没事埋态你哥, 你哥将于茫茫人海, 寻为一宋妹, 得知, 性, 不得, 命, 如此而已, 顾婉婉靠在桌子上, 大波浪的长发急腰, 勇懒妩媚, 打扮时尚, 可他的语气, 比老爷子还老气横秋, 顾匪, 别老拿宋妹说事, 我就问你, 你这辈子, 有没有过心动过, 心都没动, 谈什么, Soulmate, 我微微眯眼, 并不是很懂心动的感觉, 是什么样的, 就是扑通扑通, 顾婉婉朝我走来, 手指又是收又释放, 模拟心跳的动作, 心仿佛要跳出来, 脑子里全是那个人, 你好好回忆一下, 记忆回到三年前, 我上飞机就看见他了, 他穿着素色棉麻裙, 海藻般的长发, 随意披散在肩上, 显得脸很小, 当然, 也很精致, 是什么吸引我的, 是他淡漠的神情, 他看什么都淡淡的, 眷眷的, 与周围纷纷扰扰的世界, 有天然的疏离感, 我注意到他上方行李舱中, 放着个绿色画甲, 原来是个美术生, 现在的美术生都这么漂亮吗? 我想到网上一句话, 明明可以靠颜值, 偏要靠才华, 坐定后, 我自嘲地笑了下, 在这个女孩身上, 投入了过多的注意力, 之后去洗手间回来, 目光很自然又落在他身上, 他睡着了, 脑袋歪在座椅上, 长发遮住大半张脸, 露出小巧的鼻子和精致的下巴, 长洁在眼瞼下方, 投下扇形的阴影, 散发着温柔的气息, 和之前的疏离判若两人, 落座后, 我忍不住回头看他一眼, 见他睡着后很是乖巧, 像午后躲在树荫下的猫, 想摸, 猫爪子时不时在我心上挠一下, 我平时习惯在航班上看文件, 看书, 小气, 那天, 我一点睡意也没, 手上拿着书, 注意力始终被侧后方那只猫吸引着, 后来, 他睡醒了, 小手揉着眼睛, 再拍着嘴巴打喝浅, 可爱得不得了, 我忍不住勾唇, 片刻后, 我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我的心, 砰砰砰砰, 我发誓, 这辈子, 我的心跳没这么快过, 他在看我, 还在看我, 我脸上是不是有什么, 胡子刮干净没有, 发型够不够完美, 平时大背头的发型, 既突出五官, 又彰显成熟, 那天为了舒适, 发型很随意, 前面尽是碎发, 会不会显得轻浮, 我知道我正侧脸好看, 可落到他的角度, 好不好看, 过了一会儿, 他收回视线, 小爪子在头上抓了几把, 随意扎了个丸子头, 再站起来, 打开行李舱, 我松了口气, 狂跳地心平复下来, 隐隐有失落, 他打开画甲, 开始画画, 飞机上不算特别安静, 始终有发动机的轰鸣声, 我仿佛能听见 他的铅笔落在纸上 沙沙的声音, 他的目光时不时朝我看来, 他在画我, 我的心跳比方才还快, 每一秒都仿佛要从胸腔里蹦出来, 我一动不动地坐着, 眼睛盯着书, 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思绪分杂, 耳朵尖尖一点点开始发烫, 飞了无数次的航线, 第一次觉得那样长, 那样短, 尝到我清楚地记得我所有的心情, 所有隐秘的兴奋与失落, 短到我没来得及找机会与他说话, 飞机就降落了, 那时的我不曾喜欢过女孩子, 更不曾追过女孩子, 对心动没有清晰的认识, 不知情不知所起, 而一往情深, 更不知有一种感情, 叫一见钟情, 她荒谬, 却又真实地存在, 直到婉婉问我, 我使惊觉, 原来, 那种感觉, 就是心动, 哥, 哥, 你在想什么? 是不是想起有心动女孩, 婉婉很兴奋, 眉飞色舞, 她站在我面前, 打了个响指, 你不会追, 没关系, 我教你, 我的目光落在被我镶起来的那幅画上, 她画的, 当飞机停稳, 所有人开始收拾行李, 我意识到, 我若再不做点什么, 她将消失在人海, 我朝她走去, 她的眸中有一瞬慌乱, 继而打开画甲取出画, 走向我, 把那张画趴到我胸口, 送给你了, 我平时收钱的, 傲娇的语气, 灵动的表情如精灵, 仿佛我占了多大便宜, 我正要问她电话, 她已越过我, 走得飞快, 这不是你最喜欢肖像画吗? 晚晚顺着我的目光, 朝画走去, 我一直以为你是单纯喜欢这幅画, 把你画得多年轻, 瞧着光线, 把你隆进来, 仿佛神之子, 原来, 爱画是假, 爱画是爱无极无, 真正爱的是作画之人, 紧接着, 婉婉指着肖像画右下角, 这不是有名字吗? 秦莹, 我想说, 我后来托人找过她, 把留学那个国度的美术生都找了, 没找到, 秦莹, 顾婉婉小声刀念, 这个名字好熟, 我好像在哪儿听过, 我曾想过, 如果再见, 说什么? 嗨, 怎么是你? 这妖巧又见面了, 这些年, 你还好吗? 还记得我吗? 你给我画过一幅画, 没收钱, 我赚了, 没想到, 再见, 已是天人相隔, 我看着手机屏幕上, 关于她去世的消息, 有种不真实感, 那只慵懒的小猫, 灵动的小精灵, 怎么可能没了? 幸好你们不曾开始, 婉婉说, 不, 如果开始, 也许就没有那场大火了, 我心里有许多遗憾, 有一点痛, 仿佛玻璃茶划过心脏, 细而深, 我看了几乎所有关于秦莹的报道, 在视频里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秦佑, 居然是她弟弟, 这个小伙子前几天来找过我, 她有个加工有色金属的小工厂, 依托于她爸的矿业, 希望我给她投天使轮, 我对重工业没兴趣, 当场就聚了, 我吩咐助理做了三件事, 第一, 隐姓埋名, 高价买下秦莹即将参赛的话, 第二, 通知秦佑, 可以在了解下, 第三, 查一下秦家, 重点是秦莹和他们的关系, 不查不打紧, 这一查, 秦莹居然在小时候, 就和她的母亲被赶出来了, 秦雪母女如何欺负秦莹母女, 秦莹如何反击, 庆功宴的视频也传到我手机上, 这些年, 秦雪如何利用秦莹的名气, 给她的小画廊打招牌, 以及秦莹刚去世不久, 秦雪就迫不及待, 拿出一叠绘画造诣, 颇高的作品, 踩着秦莹的名气上位, 这女的也太恶心了, 竟敢打我未来嫂子的主意, 哥, 削她, 顾婉婉在旁边做了个咖的手势, 我挑眉, 定定地看着她, 哎, 我学经济学的, 顾婉婉说, 资本这东西, 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 它就会铤而走险, 百分之一百的利润, 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百分之三百的利润, 它就敢犯任何罪行, 你瞧这秦雪, 光是踩着她姐往上爬, 就获得了多少利润, 况且, 还有她家老子的财产, 我依旧看着她, 我在意的是另一句, 未来嫂子, 嗯, 顾婉婉拖长了声音, 哀了一声, 挽着我的胳膊, 秦莹和秦雪斗了多少年, 吃过半点亏没有, 我不相信她这么容易输, 你肯定也不相信, 对吧, 说到底, 她和你是同一类人, 我很欣慰, 我这个满脑子情情爱爱的妹妹, 还好没蠢到家, 助理问我, 要不要去公安那边咨询下, 我说不用, 我相信她, 我叫人拖着秦佑的项目, 给她希望, 不给她填藻, 通过秦佑认识秦雪, 哼, 这个虚荣的女人, 看见我的第一眼, 就黏了上来, 我捧着她, 她想飞, 我送她上云霄, 绘画这个领域, 不是长得漂亮, 有金主就一定能积身名流, 最终要靠的, 还是实力, 我再等, 等某个人归来, 无数个夜, 我从梦中惊醒, 我梦见那个人走了, 我满头大汗, 我想, 我是爱上她了, 为她做越多, 越自我感动, 越爱上爱她的执念, 秦雪的新作发布会, 是我安排的, 一年了, 我捧了她一年, 这是我的极限, 我实在无法忍受, 这个没有才华, 却自以为是, 搅柔造作的女人, 在她的眼里, 征服男人, 等于征服世界, 那天, 当我跨进宴会厅, 目光扫过蓝区, 看见与秦莹交好的那几个, 一脸兴奋, 心下隐隐有猜测, 很快, 我看见她了, 我握着拳头, 忍住向她走去的冲动, 她既然来, 一定有所准备, 我等着看戏, 等着看她把秦雪, 从云端拉下地狱, 发布会按流程进行, 当监控视频出现在大屏幕上, 我发现, 被拉下地狱的是我, 当我看见油画刮刀, 狠狠插入她的脸颊时, 心, 痛到无法呼吸, 我再也忍不住, 大步走向她, 阿盈, 别推开我,